另外化人国小 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15号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吉安乡公所 用舞蹈提前向乡长游淑珍 以及公所同仁来拜早年 小朋友可爱的模样 融化了台下的大人们 场面是相当热闹 而且温馨 小朋友在台上 红彤彤的装扮 搭配喜气洋洋的乐曲 让人感受到年节 即将来到 华人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15号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吉安乡公所 乡长游淑珍与公所同仁们 热情欢迎这一群到访的孩子们 相比代表陈静德 余振华 以及多位村长 也都到场为孩子们鼓励 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建设 乡境内更适合的幼儿环境 今天非常欢迎 我们华人国小的孩子 来到吉安乡公所 当然我们今天也让 我们的村长叔叔阿姨 还有我们的代表会 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孩子 我们相信从孩子的学习出发 让工部门的这个努力的一个铺成 能够更适性 我们也看到孩子的成长 可以开启更多元的面向的一个建设的努力方向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在吉安乡里面 我们要营造各种的建设 多元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来跟我们开启 我们更适性的生活建设 曾经从事幼教工作的乡长 游淑珍更是以Candy Mommy的称呼来和小朋友拉近距离 现在我要跟小朋友讲一个小秘密 我看大家会不会听听听看 有没有记起来好不好 准备好了没 好 好 乡长阿姨叫Candy Mommy Candy 谁知道Candy是什么 Candy是什么谁知道 Candy是什么 糖果 所以等下要喜欢有糖果的请举手 有举手的小朋友 等下都送糖果好不好 送Candy好不好 把Candy Mommy带回去好不好 好 另外乡代表陈敬德 余振华也准备了巧克力 要给卖力表演的幼儿园小朋友 而15号上午的节安相公所内 充满了浓浓的年节气氛 记者刘明胜 节安相采访报道